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桂主,观众收看南岛新闻 南岛有很多偏向地区的民众出国交通是非常不公便 为出南岛政府在183年成立南岛交通管理所料 就开始来推动南岛现和80个国务 由官府来建立通议的国务中心 修理乡亲出国基本的交通诉求 在后来基板南岛上的山路健康巴士的通车电力 提供到官来乡亲进行方便的公共运输可无记者 由中和国秀担来政策的地区演奏为华东南岛来开场 在南岛有很多偏向地区的民众 在华处交通的方便是非常不方便 为出南岛政府在生理交通管理所料后 是开始推动南岛幸福沟的交通合物 我们就偏向地区的基民外出交通的诉求 那我们知道13岁是在位于最南岛的地方 交通非常不便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南岛幸福沟的巴士幸福沟的活动 能够启动这样交通不便的地方 让我们偏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做出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们现在老人家呢 要从家里面到这个社区据点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尤其是民间商是非常的特别的 它除了有各大部落之外呢 基本上我们民间商的这个年龄层也偏大之外 那就是说我们有一半的这个居民呢 它基本上它是在南岛市消费的 这个交通合物是以民众诉求为主要的医务合物 民众可以达行合物的车量 陈翁人间的乡定期来看医生 台北上科典典各种基本的外出诉求 最主要的是创造我们县府中央 还有我们乡亲的三营 最重要的是乡亲料营 我们希望说所有的补助 都能够有效的利用在乡亲部分 在未来的幸福巴士的2.0 它也可以做一个跨乡镇的一个运输 那同时它在大家搭乘的 不管是五人座七人座 还是可能是搭乘一个计程车的一个概况 但是它却能够去适用这个巴士的一个金额 来去做消费 另外民众那是苏联翁外观市 和普通信也会来提供专座的主信 也会再三民众来联翁两个人的共车站 让民众有更方便的台中文书合部 那我们县府有一个服务中心 在各乡镇也有各自的服务的这个单位 来为乡亲依照他们量身定制的预定的行程 来为乡亲提供幸福巴士的交通运输 希望透过南岛幸福国的交通合部 可以来解决台中文书无方便的问题 共互也邀请民众多加利用这个合部 记者继续新采红波特 我们下期再见